现在是12月中旬 马上要过节了 圣诞节都是圣诞节的礼物 都是圣诞节的装饰 今天我们来看看花店 每次亲眼看到圣诞节的装饰的时候 你知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我最大的感受是松香 看到这个绿色的花环 这是什么 这个有认识的吗 很好奇 走进室内是温暖的感觉 香气扑鼻 不知不觉要溜达到这 有朋友问这个甜吗 看看这么大一颗才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什么 这个已经卖掉了 以前有朋友买过这么一颗 好像是500块钱 这里有三大颗 全都卖掉了 像这种植物 无论是橘子还是柠檬 它可能最大的优点是文化香 而且它的枝干也有香味 你要是不小心把它折断 或者切断 或者锯断的时候 香气扑鼻 哇哦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玉树 我的天啊 头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玉树 而且还在开花 可能这个树的得名就是来自于这个成熟的老的枝干 我的天 看看岁月 这么大一颗 猜猜多少钱 猜猜 2700 看到这儿有两个感想 第一还是有有钱人呢 有钱人多呀 第二 你看这盆子 花盆 这么大一颗 只有这么一点点小盆 不需要换大盆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圣诞植物 价格也不错 非常大众吧 上次看到它的时候 说已经卖掉了 现在还是挂着卖掉的牌子 怎么还在这儿啊 花儿没了 今天就是逛花店 没啥养护经验 看的都是新鲜的 没养过 看看 Coconut Palm 这里还有很多小玉树 做成盆景一样 这小叶子真漂亮 这种花色 还是头一次见 养盆景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盆 一定要漂亮 看看这么一盆的价钱 45块钱 看看这老爷子 他就是这个花店的主人 骑着小车 在温室里逛 君子兰 正在开花 通常都是在开花的时候卖 因为知道大众不认识的人 都喜欢看花 24块9毛5 这基本上也是市场价 杜鹃花 Azadia 这个价钱也算是挺平价的吧 虽然它是专业苗圃 但是这个地方呢 一个是地处偏僻 再一个呢 这个苗圃挺大的 所以可能估计 进价就便宜 看到杜鹃多说一句 它怕热 干燥 它喜欢潮湿阴冷 这一颗光秃秃的是鸡蛋花 在休眠 你看看它休眠的时候 都把它头给砍了 彻底休眠 这个盆子看上去盆土有点偏湿 千万不要烂根 这些是Queen of the night 昙花 多少钱 39块9毛5 40块钱 这跑边还有一颗巨大的 上面标着卖掉 已瘦 我现在突然反应过来 它这个卖掉标着瘦的 可能有 可能并不是真的卖掉了 只是说第一不让你碰 第二不让你买 这样比标上非卖品更有影响力 看看这一大架子都是小菊花 小菊子 35块钱 如果没养过菊子或者柠檬的朋友 可以到花店来闻一闻它的花香 太舒服了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吃菊子 那最好还是去超市买吧 看我们假钱这么一大盆 59块9毛5 你要是说想送朋友一个礼物 这个不错吧 不管是懂不懂植物的朋友都会喜欢 无论是看果子还是赏花 橘子柠檬都是很好的室内植物 看看这就是著名的Mayor Lemon 写着呢 我家的那一棵就是从这个店买的 当时他们还在Scarborough 我也做过一些关于柠檬养护的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虽然过冬是个挑战 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如果能熬过苦苦的冬天的话 那么一年它会有两次开花的机会 夏天仍在院子里维护极其简单 只要给它充足的阳光曝晒 说一遍 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买这个 它叫Mayor 这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牌子 不容易错过 一般卖都会卖这种牌子的 Mayor Lemon 这个牌子它跟牌子有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这个牌子它容易开花 再看一眼 这家的价钱60块钱 作为参考 这大概是两家轮的盆子 哇哦 金灿灿 果实一片 这是什么 这叫乳茄 中国人喜欢叫它五代铜糖 意思就是子孙满糖的意思 告诉你了 千万不要吃有毒 而且还说了 还没准备好卖了 先别着急 他说这个东西有毒啊 不是说不让你摘着吃 真的是 就是不让你摘着吃 真的是有毒 但是呢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中药 这可以作为中药 清热解毒 哎呦天哪 中药 哎 不管怎么说 别一看到金灿灿的果汁 就想着吃 这是一个好习惯 虽然说不卖 还没get ready 没有ready呢 可能正在打标签 定价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逛逛 而且这个花应该在中国大力推广啊 五代铜糖 好了 这个小华店今天就看这么多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